好 我們又來到我們的VR看護時間 對啊 然後這個 進來這一間有什麼感覺 大家是自己上下左右自己看一下 小而美 小而美 精美 小而美 精美 舒服 還有什麼 感覺 這個住在這邊怎麼樣 不錯 其實有一點溫馨的感覺 有一點溫馨的感覺 就是當初整個設計上還算不錯 我們把這個燈一個打開 所以就是有一點 兩房一廳的這樣的一個房型 所以我們還蠻推崇兩房一廳這樣的房型的 大家可以自己上下左右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客廳 有沒有覺得很舒服坐在沙發上 對啊 這個大概六年多 六年 已經六年多了喔 你看看起來還蠻新喔 對啊 所以我說這個 你到底要怎麼說 裝潢幾年之後 到底要不要換什麼東西 對啊 我只能跟你說電視沒有換過啦 應該沒有換過 沙發應該沒有換過 這桌子 這就算換也沒有多少錢 所以 當然就是 還是有一點小小的 你會看得出來 它有一點 有一點 呃 年紀了 一點點而已 你往上看 有沒有看到四盞燈 有一些燈已經開始有一些損耗了 就看要不要換而已 對啊 然後 大家看一下這個客廳 下面這邊 有一點點 就是 脫皮 脫皮 脫皮就是使用上 就是很多人使用上去辱到 湯到 卡到 對啊 就有這些小小的地方而已 讓你整體上 有沒有 看起來還是很舒服 對啊 地磚咧 地磚覺得 也還蠻新的啊 還蠻新的 對啊 這個花式咧 會不會覺得它有點老氣 年輕人講話 哪一個 花色 還好欸 還好 像大理石 像大理石 其他的塑膠地磚 對啊 所以 在整個上面來講 覺得其實就是 雖然過了六年多了 其實質感還算還不錯 對啊 那我們往前走 來來來 這兩間房間才是經典 我們先把 好啦 先把房間講完好了 對啊 所以跟著我走 這邊 過來一點 我還是站到床上來好了 對啊 我這床有點 好懶的感覺 對啊 我有點陷下去 所以 就是其實 以這間房間來講 它就是剛剛好塞進去 一個床跟一個衣櫃 對啊 非常秀真型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然後你會發現 這邊做了一大面 有沒有 落地窗 可以往外看 對啊 我們是身在二樓 這個是在二樓 公寓的二樓 所以你看出去 你還能看到樹 對啊 我們在和平東路上面 可以看到樹 所以這種的設計呢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讓它 這個 房客呢 它其實是可以 打開 它就可以走出去了 有一個小洋台 對啊 可以看看 世間的人情人暖 不是啦 看看那個人生百態 不是啦 這就是 可以在小洋台喝個咖啡 對啊 然後洗衣服 亮衣服 其實都有 對啊 所以 這一間房間可以從這裡出來 另外一間也可以喔 那這個就是 我們曾經有介紹過的 三合一門 有沒有 對啊 你們會在很多地方上面 其實最主要三合一門 基本上是用在陽台上面 房間對陽台 客廳對陽台 或廚房對陽台 其實都是主要陽台 大門就比較多用這個東西 嗯 所以 小而美 覺得 很溫馨的感覺 對啊 啊等一下我們 那個 進去另外一間 我們再從哪一間出去好了 這間房間 我們就先分享到這邊 好 來 阿布 往後走 我們再看另外一間房間喔 喔 有沒有看到 更小了 哈哈 剛剛 完全沒有床架 不想給你床架 對啊 剛剛好整個鬆門床塞進來 就滿 對啊 那一樣有一個 有沒有 採光面都很漂亮 大面都低床 樓下就是7-11 很棒吧 對啊 就是感覺很讚的一個 的一個 舒服的空間 好啦 那我們就帶大家出來看一下 打開就能吵喔 來 來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來看看 喔 床太軟了 喔 你就會發現 唉唷 有沒有 一個 一個非常不錯 欸你們可以走出來 看一下喔 目前車水馬黃的狀況 旁邊還是屈塵室 有沒有 兩個門都可以出來 然後旁邊就放了一個洗衣機 對啊 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身後是一個洗衣機 讓大家出來看一下 有屈塵室 7-11 這樣 對啊 算還蠻不錯 還蠻熱鬧的一個地方 對啊 帶大家來看房子 好喔 好喔 OK 所以 好 我們再回來客廳 對啊 回來客廳 欸 大家還找得到我嗎 阿波其實 哈哈 哈哈 大家這樣大概會投緣 好啦 自己 自己喬一下那個方位 所以 你會發現兩房一廳的 這樣的格局 看起來還蠻溫馨的 好啦 我們第一階段呢 帶大家看房子就先 分享到這邊 先跟大家說聲 掰掰囉 掰掰